大家好 今個星期港股是慢慢上升 基本上市的成交是頗大的成交位置 2,000多億大市成交好像成為新上態 當然很多不同的股份和板塊 在美國方面的不同層面制裁活動 可能會帶來較短暫影響 但當然美國總統特朗普下星期便會卸任 拜登上任後 相信這些突而其來的行政命令 或者制裁名單 應該沒有那麼頻繁 或者那麼多干預市場 但當然這段期間 今個星期 大家一直在衝敬著藍色浪潮 因為見到美國方面民主黨 參眾兩院拿完之後 現階段大家憧憬中美的關係在新任總統之後 可以慢慢破冰 當然冰不會一下子破的 未必會知道1月20日打鼓 大家做好 只是期望性又在 所以港股接下來 我想繼續有機會 才慢慢反覆上市 2萬9000以上的位置 而板塊上其實 近期當然大家炒著新能源車股 但今天來說其實也有一定調整的一個幅度 因為我們方面也公佈了1月份上巡 那個汽車產量的一個比較 雙位數字的下跌 令到今天說的很多的車股 都到頭中跌下跌 除了個別 好像講戲那些 又有個別消息 其實做一個短期炒作 但其實大盤上 相信新能源車 或者是潔淨能源 都會繼續成為一個吸合資金的大方向 而銀行方面 其實內銀方面 其實近期的表現都是較為理想 當然也是維持著 一個國有銀行 肩負一個國家任務 可能走得慢一點 反而商業銀行 其實走勢會繼續跑人回 而港股現階段的下面支持位置 當然未必會太低 因為市場氣氛都比較強 可能也會先看一條十天線 接近2萬8000附近 但當然市場氣氛的變化 接下來會是甚麼時候觸發 大家可能要留意著1月20日之後 美股方面的震盪性會不會出現 因為當然美股已經是高位 如果拜登上場後 有對支持加稅等消息會爆出來 其實美股調整的壓力都會比較大出現 所以我想1月20日 拜登上場後 要留意美股的變化 衡量港股方面投資策略的部署